第1371章绝望之境 时尚最可怕的时代来了 当想到这一经变 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每一个人都如心坠深渊 大战 就这么的来了 突兀到所有人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关于世界另一案 关于那些可怕的敌手的无情与残忍 有着太多的传说 那代表了地狱 恶土 并且 根据前嫌推演 这一世的大劫将会超越以往 颠覆整片乾坤 将会成为史上最黑暗的岁月 太突然了 为什么动乱就这样爆发了 我还没准备好 因为年轻人大叫 许多人心中发颤 在场的人有谁准备好了吗 根本没有 都希望那个时间点到来得越晚越好 就是大长老 圣院的活化石 仙院的老头子也都神色大变 他们也十分震惊 显然被这则消息惊住了 因为 这些老辈曾经联手推算 认为黑暗岁月的到来不会这么早 最起码还需要数千年以上的时间 太迅猛了 他们怎能破解而来 那雄关坚固不朽 是先到血肉铸城 根本不可能会崩坏才对有人低欲 到现在还难以置信 醒一醒 不要再昏迷 将所有详情都到来 大长老一直点在中年人的眉心 以大法力帮他疗伤 中年人伤得太重了 如同那艘青铜战船一般 断去了半截身子 无论是飞行法器 还是自身都受损严重 而且 他的元神也裂开了 孟前辈 太惨了 边疆化作地狱 死了也不知道多少人 无数生魂在哀嚎 凄惨到让人不忍目睹啊 中年人眼中流血泪 他实在悲愤无比 他的兄弟 他的亲人 他的朋友 许多熟悉的人全被瞬间击杀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听他讲述时 许多人含毛倒数 抑郁的攻击太猛了 出动的高手简直无法想象 一下子激烈了雄关 在那一瞬间 让许多人当场葬身在废墟中 血肉和城池碎灭在一起 化成血泥 惨不忍睹 你是说 你来自大池天 大长老醋梅 这时候他并未失去冷静 依旧保持这镇定 是的 大池天 这个号称牢不可破的古地 遭遇了从未有过的浩劫 生灵涂炭 化成了鬼欲 中年人身体堂血 悲愤欲绝 这时 先院的一位老者 取出一枚紫金色的神丹 让他服侍了下去 中年人顿时周身发光 神力澎湃 而后 他体内的骨头咔咔响个不停 血肉蠕动 下半截躯体 在这片刻间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生长 很明显 这是一颗神丹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他复原 多谢前辈 中年人道谢 以他的秀为来说 原本也不可能因此而残废 将养一段时间 亦可以断职重生 如今 他只是心神疲累 悲伤过度而已 大事天 不是以仙谷为时铸造的吗 这条通道 不可能被打开才对 怎么会崩开 几位老头子 督皱眉 脸色阴晴不定 如果属实的话 情况将会非常糟糕 在他们看来 如果世界另一边的生灵 真的杀过来 也是从三千州的边荒进入 那个地方最不稳固 这无尽岁月以来 也不知道 有多少只强者前往那里 镇守古城中 九天十地 只有三千州的边荒布牢 漫长岁月以来 抑郁的人 虽然没有能从那里登陆 但是依旧为此界 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故此 一代又一代前贤 在生命无多时 都要前往那里 发出最后的余热 已经是修为焚烧几身 进行人生中最后的一战 大赤天如果生变 那麻烦就太大了 这意味着其他几处通道 也多半不保 因为是同级的古官啊 大长老轻叹 怎么会如此 万古的平静就这么被终结了 血与火将燃烧变大地 去擒祖龙脚 迅速吹响 号令九天上 所有大族都前来 速速支援大赤天 大长老快速下命令 因为情况紧急 所有人都颤抖了 神魂都在发抖 刚才还是在听中年人口述 而现在 这真正要进入战争阶段了 虽然早已知道会发生 可是真正投身当中 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各种可能 每一个人还是忍不住悸动 紧了拳头 甚至一些人在害怕 身体在颤抖 这可不是嘴上说说的事 而是要开始搏命了 他们的父辈 兄弟甚至自己 很有可能很快就血染沙场 会死去 将你所知全部讲述出来 大池天为何会崩开 早先有什么症状 圣院的一位老头子沉生道 当时 那座古城并无任何一样 被仙物缭绕住 城池应该依旧坚固才对 可是清晨 当太阳的第一缕金色霞光射来时 城池突然发出咔咔声 而后军裂 最后猛地爆碎 中年人详细描述当时的可怕画面 让所有人心绪紧张 庞扶置身在那一刻 以鲜明血肉 铸成的不朽古城 在轰然崩开时 许多人都见到一个可怕的 湖 撕碎一切 哪怕城池是以仙的骨骼铸造的 也不行 听到这里时 石浩立刻变色 他想到了什么 看了一眼尖头的天脚椅 难道是 炼仙湖 金色的小蚂蚁忍不住一阵 不久前 他们曾在不灭风前看到一只湖 呼啸山河间收取之强者的金血 恐怖到了最极致 那是仙谷末年的烙印所留 相传 那个湖是专门为炼死真心而住的 雄威盖世 而他原本属于世界另一案 一位古老道无法想象的存在 不过唯一让人安慰的是 相传此人活得太久 已经失去 不知道为何 在上一纪元的大战中 炼仙湖并未出现有人说 此湖去为那个人陪葬了 只是 石浩跟天脚椅却不相信 自从去过不灭风 他们知道了一些真相 上一纪元大战结束后 赫无双曾带着此湖去过那片战场 采集金血 呜呜呜呜 一声沉闷的号角响起 打断了石浩的思绪 这号角声滚滚如闷雷在回荡 响彻无量天 而后又透过戒壁 向住九天十地浩荡而去 这事以真龙角激烈而成 经过无数前嫌加持 此角早已通灵 不可想象 阴阴绵长 能透过戒壁 召唤一些最强大的家族 刻不容缓 必须在第一时间内通知所有大族 让他们准备大战 龙角平日不会吹响 事实上自古以来 也没有吹响过一两次 只有威胁到九天十地的 最可怕事件发生 才能动用它 号角一响 就代表黑暗岁月来临了 真龙之角 本来就是天地间南巡的至宝 制成号角之后 其微可以想象不过 此时号角声并不伤人魂 它虽然响彻天地 但是并不会让人血气翻腾 不会有暴碎的危险 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刻 许多老人素然年轻人中 有人感觉苍凉大气 热血澎湃 恨不得立刻投身大战中 也有人脸色发白 心中害怕 身体发抖 雄关崩碎 守护那里的人九成都直接惨死 难以对抗那种天威 中年人继续说道 炼仙狐出现后 崩坏一切 但凡在雄关内的修饰 全部被压成血泥 毫无悬念 只有一缕献天精血 被狐嘴吸收前进 这是十分可怕的画面 震撼了所有人 如此魔威 谁人可挡 唯一让人不解的是 炼仙狐在那废墟上悬浮 并未彻底冲击出来 且最后竟又退了回去 返回戒壁另一侧 但是 接下来依旧可怕 从那条通道中探出一只黑色的大手 冲出废墟 遮拢了边疆区域 碾压所有生灵 不管男女老少 不管是否修为高深 全部一抓之下化成肉酱 没有在城中的那些人也死了 浅浅浸静 这是一种绝杀 残忍而无情 而且 那像是一种祭祀仪式 以我借生灵的血 要开启出稳固的通道 中年人咬牙切齿 眼睛都红了 因为她的亲人 朋友全死在那里 并非是战死 是被收割 是被抹杀 屈辱 悲愤填满了她的心怀 所有人都死了 大池天的边疆 那些才几岁的孩子 都被一把抓死了 死不瞑目啊 我恨啊 中年人嘶吼 包括她的玄孙女等 全都惨死 她急怒攻心 一口血喷了出来 当时她离得很远 拼命赶去时 被那只大手浩荡出的 刚风远远地擦中 结果半艘同船 以及她的一半躯体 彻底碎灭 众人听到这里 一个个从头梁到脚 这个人很强 几乎快成为 半不至尊般的存在了 但依旧差点死在那里 毫无抗争之力 光是远浩荡过来的 刚风而已 就这般可怕 若是真正的敌人 大手覆盖下来 谁人可挡 所有人都安静了 难以说出话来 实在有些心慌无比 照中年人所说 九天十地 多半快完了 因为没有人 能挡那种力量 许多人都在猜测 那多半是不朽在出手 是真正自古长生 不死的人过来了 这一界谁是对手 此事无这样的生灵 他没有追击 仙院的一位活化时机 老者问道 不知道为何 那只大手退了回去 并未真正闯过来 中年人双目运住热泪 想到亲人都死了 他恨欲狂 是因为知道 跟那只大手 还有神秘的炼仙壶 差得太多 所以他没有去送死 而是第一时间赶来送信 可惜 九天十地间有戒壁 原本的镇台 被那只大手覆盖 毁掉了 他耽搁了太长的时间 才破戒壁而来 你们害怕了吗 恐惧了吗 大长老开口 望向所有人 在这一刻 如果说人们不惶恐 那是不可能的 今世无常生者 无真仙 拿什么去对抗不朽 去力敌自古不灭的人 完全是螳螂当车 是必死之局 根本就没有一点希望 此时 许多人都沉默了 觉得天空都是灰暗的 人生充满了绝望 看不到活路 我告诉你们 不要害怕 不要恐惧 世界另一岸的人再强大 也终将会被我们击退 大长老高鹤 你们可知道 他们当年杀入这一届 最后为何又退走 那是因为 有一股力量存在 大长老吼道 这一世 不需要绝望 因为他们依旧将被击退 难以立足这一界 他在为众人打气 不能让人们惶恐 失去信心 呜呜呜 真龙号角吹响 在这里回荡 震动山河 让每一个人的心神 都激荡了起来 因为 号角的声音 变得高亢了 激昂了 让人体内的战血 随之而沸腾 第1372章召唤战者 真龙角 打磨成号角 其音动可动千古 激增人的勇气 战血 故此众人都为之一震 感觉到自身旁腐强大了 没什么可怕的 大不了已死 世界另一样的生灵 难道都是不死的吗 以命换命 以血还血 跟他们搏杀到底 一次又一次 欺压我界无人吗 大四 清洗 屠戮天下 真到我们是猪狗吗 跟他们拼了 血战到死 许多大吼声传出 有些人握紧裙头 满头发丝舞动 一个个眼角都快瞪 练 了 大长老也请名言 我界到底有什么力量 当年可以让世界 另一样的可怕生灵退走 要知道 他们的强大 无与伦比 有不朽的存在 连这一界的真仙 都战死了 也有人怀疑 这般开口 请大长老讲出 当年的隐秘 其实 这是所有人 都想知道的事情 当年异域大圣 斩杀尽这个世界 所有之强者 强如石胸 如天脚椅 真龙 昆蓬等都败的败 死的死 连乌中先王 轮回先王 都迭血于外 马格果世环 那是和其的惨烈 最强大的一群人 全都战死了 血染边疆 然而 最后世界另一案的人 并未长久停下来 铸留一段岁月后 莫名退走 悄无声息 这让人看不透 弄不明白 成为了千古一案 大长老看住众人 他腾空而上 长袖烈烈 道 天地是平衡的 任何力量 都会有人制约 更何况是一群凶手 他们终究会被击败 至于是何等强者出手 到时候自会知晓 你们不用担心 世界另一案的生灵 终究会大败 圣院的老者也高呼 随后 众人都鼓噪起来 忘却了惶恐 跟住一起呼喝 战意明显高涨了起来 十号瞳孔收缩 因为他跟大长老很接近 也了解他 看到了他说那些话时 嘴角轻微一颤 明显有些勉强 见到这一幕 十号的心头 当即就是一尘 大长老这是为了鼓舞士气 才说出了这番话 真相恐怖不会很完美 十号心神一震 沉默过后 他觉得要窒息 十分压抑 须知 先古末年 直至这一届的 治强者战死 也不见有人出手 不曾有人干预 世界另一案的生灵 想必 即便最后有人出手 也是在这一届清静后 才针对抑郁的人 那个时候 还有什么意义 举尸骸骨 这一届的人都战死了 没有剩下几个 几乎等于来了一次蔑视 这是何其残酷的现实 可是 那些有能力介入的存在 为何不早动作呢 这当中肯定有影情 真相也许将会血淋淋 十分的可谦 故此大长老不讲明 只说了半截话 为的只是让众人无惧 时尚最黑暗的岁月 十号心中浮现这段话 这是一则预言 更是一种启示 也许道出了全部 在未来 也许远比所有人想象的 还要可怕 超越了仙谷惨壮 尸骨扑旧的江山 鲜血浸染的河流 那是怎样一副悲凉的画面 超越历代 让人彻底绝望 最可怕的动乱将要展开 十号想到了很多 那些可以介入此阶大战的存在 究竟是盟友还是敌人 很难说 如果是敌 那么就意味住将糟糕到极点 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可怕 难道所谓的史上最黑暗的岁月 就是因为如此 牵扯到太多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群生灵 十号心中多少有些猜测 因为三年前的 系一个人的身世时 给他了太大的触动与启发 悟悟 长空中 传来笑声 一艘白骨战船巨大无边 迅速驶来 接近天神书院 什么人 白骨山族主 带领全族高手旗帜 为祖龙号角而出事 有人传来回应声 声音很响 一个超级强族来了 白骨山是一处密土 外界人很难进入 白骨遍地 有人说那里的生灵 都是古神所化 喽 域外 一颗允星冲来 带着长长的伟光 以及今天的气势 出现在天神书院的长空上 这是一艘战船 只不过是一颗星辰炼制而成 等它挺稳时 看起来很古朴 灰色的实体凝视而坚硬 木兰族举足高手旗帜 一个大族来了 呼 大风呼啸 一艘紫色的大船驶来 透过戒壁 弘大无比 远比一颗星辰还磅礴 悬在苍羽上 是 长生皇朝徐家的人到了 有人低呼 这是妖月公主的族人 战船边缘上 清一色的老者 足有数千人 一个个血气滔滔 强盗到极致 这些老祖宗都来了 妖月公主惊呼 接着 不时有飞行法器出现 长生家族接连赶到 这绝对是最顶级的战力 震撼人心 大难当头 各族全都轻力出洞 因为大池天若是破了 有哪一族可以幸免于难 很快 天空中战船密密麻麻 在这九天之上 各大强族太多了 听到真龙号角吹响后 全部大震动 无论再做什么都停下了 迅速集结高手 向这里赶来 走 立刻赶向大池天 没有时间耽搁了 让后面赶到的人 都一直驰援大池天 我们先行出发 大长老鹤道 时间太紧迫了 大池天生出变故 现在谁都不知道怎样了 也许 彻底沦陷 但是 无论发生什么 众人都必须要赶去 准备迎接大战也好 再次巩固边疆 而进行防御也罢 都要争时间 抢速度 大长老 我也想去 石浩开口 他想见见识一番 你这玩儿去做什么 这种战斗 你掺和不上 留下 先愿一位老头子呵斥 留下来有什么用 能给我时间成长吗 史上最黑暗的岁月到来 哪里还有什么时间修行 石浩说 他很无奈 这一日来得太早了 根本就不给他的时间 强大起来 此际 其他年轻至尊 也都很遗憾 他们都没有真正崛起呢 就发生了这种大事 你们都给我老实回去修炼 现在还用不上你等 大战也许要持续很多年 等我们都战死了 或者老死做话了 你们再出来也不迟 圣院的一位老头子吼道 在场的年轻人既是感动 又是充满无力感 恨自己生不逢时 不在最人生最巅峰的年岁 我们空有天才之名 却无力杀敌 太窝囊了 一位年轻至尊常叹道 这个时间点太糟糕了 他们还没有站在世界之巅 急什么 有你们出手的时候 大长老开口 看向所有年轻人 道 你们以为 我们这群老不死的 将所有希望 都压在你们身上了吗 告诉你们 历代都有奇才储备 史上许多精彩绝艳的 天骄人物都活着 都还健在 不用担心 你们都给我去闭关 等你们崛起 大长老是吼出来的 他透露出一则十分惊人的 信息 用以安抚众人 不要慌乱 江山带有人才出 各领十万年 这是对修炼界 强者更迭的描述 在世上曾出现过不少奇才 有的归于平凡了 有的老去了 有的不知所踪 大战老一番话语 震动所有人 奇才储备 一直在进行 从来不曾断代 昔日的年轻至尊 已经成长起来 这些人该出击了 这样的消息 注视让很多人震撼 带我们出手 你们安心修行吧 就在这时 在各族一些巨大的战船上 出现一些生灵 从中年到老年 年岁跨度极大 现在看我们出手 让我们这些老至尊先顶上 你们去突破 不要想其他 这些人大喝 生动天地 有些年轻人眼睛发色 而后热血澎湃 那些人都是消失的天骄啊 他们如今挺身而出 要去参战 而这一去可能就是永别 会战死在大池天 我们想远远地看一眼 就在这时 蓝仙 妖月公主等人开口 这时一群少女 都是绝世天才 可现在眼中却有泪 鱼子总比男人要柔弱一些 他们知道 这些昔日的年轻至尊 如今的老者们 此去之后 大多数人都会血染沙场 再也回不来了 也好 带上他们 让他们看一看 抑郁的生灵究竟什么样子 大战会多么的残酷 看一看先辈是如何血战的 将来为我等报仇 就在这时 仙月 得一位老头子点头同意了 但是却要求做好完全的准备 随时要开启大阵 送这批年轻人回归 启航 大长老吼道 在真龙号角声中 一艘又一艘大船出动啊 第1373章大尺天 战船如云 遮蔽天空 成千上万艘大船 从山体大到星辰大 应有尽有 密密麻麻 将天宇彻底覆盖住了 看不到太阳 如同黑夜来临 在真龙号角声中 所有船体一起动了 横空而过 若天兵天降出征 震动了日月河山 乾坤都在随之战立 天神书院深处 一座巨大的石台 阿克无穷符文 升出璀璨光辉 开辟出广阔的通道 如同开启了大宇宙隧道 呼 狂风卷 天地崩 众多战船呼啸而过 一起向住那宽阔的通道冲去 要前往大翅天 这已经不算是通常意义上的空间之门 因为太大了 如同星域塌险 导致时空扭曲 非常震撼 前往大翅天 需要闯过戒壁才行 天神书院有这样祭坛 可以开启天路 在九天十地中平稳穿行 不然的话 真想凭自己的力量 前往大翅天 这世间没有多少人 而且耗时过拒 沙 挡住一国的凶灵 有人呵吼 腾起阵阵阴云杀气 随之一艘古船亮起 云光澎湃 战气滔滔 沙 挡住一国体铁 守我河山 保我疆土 或我妻而复老 一艘又一艘战船 全部冲起 发出夺目的光 冲进通道内 十号等人默然 静静地看着 一些天才少女 眼睛湿润 跟住登上这艘船 要去看前辈杀敌 大家都知道 如果真遭遇 世界另一案的生灵 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将付出 难以想象的可怕代价 走了 圣院的一位老头子 纵身一跃 直接投入那浩瀚通道内 不跟战船一起走 单独行动起来 无边无境 所有战船急速而行 越过这条通道 就意味着 进入了大赤天 便将会开启 京市大决战 十号他们这艘船 十分坚固 整体呈淡红色 闪动赤霞 因为当中参 又无上至宝 赤血仙金 号称仙道材料 这是一个 长生世家的宝船 不是很大 远无法和那些 星辰大战船相比 但胜在坚固不朽 承载上数千人足矣 在这上面 除却实力不可测的 几位老者外 都是年轻天才 这艘船的珍贵 不需要多说 可以撕裂大宇宙 能快速转移方位 更是能阻挡 致强攻击 这是一件瑰宝 人间罕有 它的作用 就是为了保护 诸多年轻天才 让他们可以 远远地观看战场 必要时 又可以随时退走 而不用陷入危局 这艘闪动赤霞的战船 是最后一个 进入通道的 一切都是为了 安全起见 轰 终于 所有战船 都通过了宇宙通道 进入了另一片天地中 因运灵气 顿时翻腾而来 席卷所有船体 大赤天 到了 众人进入这一股地 号称九天之一 关于它有许多传说 充满神秘色彩 不过 现在不重要了 还有什么 比予入侵更紧迫呢 这关乎了各族的族运与安危 动辄就会举世皆灭 原始古界 曾经被划分诸多区域 九天十地 都是当时的部分古地 后来 仙古末年一战崩 被打得崩开 有些古域 永远消散了 只剩下九天十地 这些区域 大长老说 随后 它声音提高 震动所有战船 道 大赤天 又曾名为离恨天 我不需要多说 你们就能明白 它蕴含了太多的遗恨 所有人都是 一阵 没错 上亿纪元这里杀得血流成河 尸骨如山 恨太多 怨太满 难补昔日遗憾 大赤天 又名离恨天 这是古史所记 那是因为真仙有恨 他们的尸骨堆积在一起 遗憾与恨意难消 后世人以他们的骨铸成雄冠 镇压此界 挡住了那条大世界裂缝 圣愿一位老头子说 大赤天很广 进入这里后 人们看到了无穷山河远去 他们的速度极快 直扑边疆谷地 真仙战死 上亿纪元最强大的一群人覆面 本就很可悲 十分遗憾 而今 以他们尸骨铸成的城池 都被激烈了 这是耻辱 是我借之大恨 我们要挡住 先任的老者大吼 如今出动的是 本届最强大的族群 来的都是高手 战船自然惊人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如梦幻泡影般 边疆很远 但是在这些神船的速度下 还是急速拉近了 这一刻 所有人都很紧张 因为要接近战场了 到了 小心 准备好战斗 所有古船 开启沙发大阵 一艘又一艘古船发光 神力沸腾 各种属于本族的 至高符文 全部亮起 要开启大决战了 大赤天的边疆 就在前方 这是一片神秘的古地 一颗又一颗星辰悬空 离得很近 庞扶就在头顶上方 伴着混沌气 可以说 这里是世界的尽头 是此界的边缘 到了后来 可以看到一些星辰 就横阻在路上 还有一些星辰坠落在下方 浩瀚无垠的大地上 嗯 许多人都很惊讶 因为不少人都是第一次 来到这种地方 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景象 在下方 有一些巨大的山脉 还有一些 耸入云霄的高峰 它们的山面 居然挂着一些 不算大的星辰 甚至 一些宏大的古月 混沌气弥漫 山顶上有太阳横沉 这个地方 如同仙家传闻一般 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各种星星 有的悬空 有的直接生长在地面 这不是错觉 有些星体 的确是从山脉上诞生的 吸收开天时代的 混沌精气 化作星河 而后逐渐离开地表 真龙巢穴 有人低喊 一座石碑 立于一座巨山前 那里有一口鼓洞 上面刻写着 真龙巢穴几个鼓字 有龙气弥漫而出 曾经有真龙七驹 以星河铸成巢穴 用混沌气 孵化真龙卵 但是早已被遗弃了 龙气都吸不到 可以忽略了 有人解释到 随后 众人又看到了 巨大的金屋尸体 依旧发光 将一片山地 化成火焰沿江海 无边无境 伴着混沌 这就是大池天的边疆 有着各种奇异的古代遗迹 可见曾经是多么的辉煌 边疆 是一界的边缘 跟混沌毗邻 不仅有开天辟地的 生灵遗孤等 还有各种 闻所未闻的物种等 昔日 这里也算是修炼圣地 但是终究被打残了 价值不复从前 准备血战 大掌老大喝 因为 真正进入了终极地 前方的谷地 有山脉 有巨谷 也有平原 浩瀚无边 拼凑在一起 形成边疆 此时 它不似往日 那么宁静与祥和 有阴风在呼啸 有生物在哭泣 才刚接近这里 就闻到了刺鼻的血腥味 这实在太惊人了 向前望去 一座又一座城阔毁灭 化成瓦砾 断壁残垣 彻底破败 至于地上 根本就寻不到 一具完整的尸体 都是残缺的 血浆发黑 骨头成为碎块 太惨了 看不到一个活生生的生灵 要知道 这里可是有很多凡人啊 这是普通的居民之地 边疆 也是许多生灵的棲居地 发展到现在人口众多 这是多少人啊 最起码有数以千万人口 都惨死了 一个都没有剩下 有人悲叹 战船向前 所见的碎裂城池更多了 被一抓撕开 毁于一旦 当然 更多的城池 是被刚锋镇碎的 让许多高手 与普通生灵死于非命 一路所见 根据这些 生灵棲居的来估算 这些部落 城池的人口 加起来最起数益 这太惨烈了 没有一个活口 之所以听到嚎叫声 那是因为生魂不甘 在嘶吼住 暂时还没有消散 隐隐绰绰 鬼气滔天 这里是人间地狱 最前方 黑气澎湃 撕裂苍穹 那里散发着恐怖波动 大池天的雄关在那里 以仙谷筑成的城池废墟在那里 所有的罪恶 所有的血腥 所有的戾气都指向那里 它是毁灭的源头 抑郁的生灵正是从那里冒出 展开杀戮 平原 山地 深渊 所有地形都在抖动 因为里面传来低语声 不是很高 但是惊天动地 要将整个世界崩坏 卑微的蒲丛 你们来了吗 这个世界马上就要重归 不朽的怀抱了 那里传来的声音威严无比 沙 圣院的老头子吼道 人们都眼睛赤红 这一路上所见的杀戮太多了 生灵俱灭 现在他们要复仇 第1374章对抗 柴仙明之谷 筑成的城池 露树以异计的生灵 造成大池天的边疆十万里赤土 生机绝灭 再无火口 这是何等的惨烈 故此 赶到这里的修士 全都木发冲关 胸腔中有一股血在沸腾 要复仇 一个沙字 倒出了所有人胸中之意 这一刻也不知道 有多少古船同时发光 巨大符号 一个又一个的腾起 这是万族符文 是所有强大种族的傲义 同时复苏 共同攻伐那处废墟 要斩灭敌手 即使知道 那里是异域的生灵 他们很有可能 涉足无法想象的领域 高高在上 但是此时人们也不想屈服 要抗争到底 轰 熊熊烈焰沸腾 神光滔滔 杀气直冲消汗 各族的符号汇聚在一起 产生可怕的共鸣 形成无上经文 这股力量大的惊世 让所有人心中震撼 在此之前 他们不曾知道 万族符文融会在一起后 会有如此伟丽 只有大长老 圣院 仙院 以及长生世家的一些 活化实际人物 才有所误 早先听闻过 猜测过 在古书中 见到过枝言片语 一些线索 现在证实了 好 就是如此 一位老者大喝 万族符文共鸣 产生了无法想象的 盖世力量 压制像废墟 汹涌澎湃 简直要开天辟地一般 咔嚓 虚空炸开 混沌翻涌 黑色闪电一道又一道 边疆再扩展 再逐渐变大 庞扶针再重塑此界 再次开天 这种景象太可怕了 最后甚至出现了 轮回虚影 让人难以置信 原来我们的符文这么强 万族的奥义 可以彼此共鸣 这样合在一起 神威盖世 有人欣喜 大叫了起来 太可怕了 太好了 震杀一御敌 有些人大吼 激动又兴奋 天地震动 诸多大星在此地诉讼 在所有人怀着息迹 充满期待时 那倒塌的雄关下 一条黑色的通道内 传出无情而冷漠的声音 卑微就是卑微 无论如何努力 无论怎样挣扎 都改变不了现实 太弱了 这声音很冷 不是很高 显得并不在意 对于所有人来说 这是一种轻蔑 根本就看不起 在人们惊悚的目光中 废墟下的黑色深渊中 腾起一只大手 漆黑如墨 带着些许鳞片 向住鸭落而来的浮温营去 扑 只是一抓而已 就让铺天盖地 正在共鸣的上万种符号崩开了 化成山海 如同洪流般 狂暴喷涌 这太可怕了 各族合力 诸多战船发光 祭出杀阵 都没有伤到他 最关键的是 这样的合力 被一只大手击穿了 这是怎样的一股力量 深深震撼了所有人的神魂 这还如何去打 怎么去抗争 黑色的大手 崩开乾坤 击散云朵 撕裂万族的符文 并将天穷上的几轮悬月 全部震碎 速速坠落在地 这是怎样一种可怕的画面 这一刻 所有人都猛了 根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无法相信 一时间 许多人脸色苍白 缺少血色 不久前的豪情 刚刚涌起来的战役 被这一爪彻底地击碎掉了 这种存在 如何去打 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尽管来的人很多 万族诸多高手旗帜 但是即使人再多也无用 绝对无法抗衡 这让人苦涩 更让人绝望 兴师动众而来 结果却发现 一切都是徒劳的 在面对抑郁时 他们的力量显得太孱弱了 不足以一争 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打击了 让一些人简直万念俱灰 一时间很多人都动摇了 还有继续反抗吗 还要选择战斗吗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只能是枉死 会被单方面的大屠杀 这里安静了 竟是无人说话 这种场景很诡异 原本万族人数众多 喊杀震天 可是那黑色的巨爪 一抓之下 让天地间死寂了 气氛可怕 真是让人失望 一代不如一代 你们太弱了 不堪一击 还不如仙谷的生灵废墟中 传来这样的话语 他不是很高亢 也不是很激昂 有的只是平淡 冷漠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越发让人觉得 差距太大了 无法追赶 现场 没有人反击 感觉无比悲哀 他们心中有大恨 有仇怨 可是却无力对抗 远不是对手 上亿纪元的人 那些所谓的先民 应该是你们先人吧 自认为很强 不肯屈服 要跟我们血战到底 结果如何 全部被杀了的前进 所谓的真仙 所谓的无敌高手 还不是匍匐在我们的脚下 横视眼前 敬酒不吃 吃罚酒 正是如此 而你们 作为他们的后裔 有血脉流传下来 还真是一脉相传啊 不见棺材不落泪 得惜我们再次驾临 竟敢迎战你们 不知死活吗 这些话语赤裸裸 是一种折辱 带着真言之力 震动了大赤天 传遍四海 让这界的生灵 全部速速发抖 心神结颤 而且 最后几句话 是吼出来的 呵斥此界生灵 不知天高地厚 不知死活 完全是一种俯视 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看不起这一界所有人 一个敌手而已 便要摧毁群雄的信念 这太可怕了 他以一己之力威慑 用事实道明 世界另一案的生灵 是不可挡的 这一界的人相差太远 如何回应 怎么对抗 许多人怒火填膺 想大吼 想诅咒 想呵斥 但是最后突然发现 一切都是无意义的 因为 如果真的争斗不过 这样叫嚣 只是个笑话 此时 沮丧 挫折感正在蔓延 每一个人都沉默 信念不再坚定了 静心 就在这时 一道惊雷声炸开 想在所有人的耳畔 让每一个人都苏醒 回过神来 正是大长老发出的 他神色严肃 站在虚空中 宽大的道袍抖动 发出呼呼的风声 高鹤道 有什么可沮丧的 才交手而已 何须灰心 你们若是知道 刚才在跟谁交手 在跟什么人对决 就不会难过了 他是不朽的生灵 是上一纪元 活下来的强者 参与过上一世的战斗 大长老的话语 像是惊涛骇浪般 席卷天地 震醒了众人 一开始而已 就有不朽出手 打击我等 这说明了什么 他们心虚 并无把握 所以才会如此 大长老吼道 圣院 仙院 长生世家的一些老头子 纷纷出列 跟住附和 同时有人也开口 正如我们早先所猜测的那样 戒壁岂是那么好破的 如果真能轻易扫平我戒 身为不朽的人 还会跟我等废话吗 早已出手 打开杀戒 不错 刚才我等一同出手 施展万族符文 可以跟上一纪元的人交手 而不落败 平局收场 接连有几位老人补充 大声高呼道 众人都是一呆 有所警醒 像是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 卑微者 这是在自我鼓舞吗 有些意思 废墟下的深渊中 传来冷淡的声音 其实 你真的很心虚 因为你们暂时过不来 所以才一开始 就出动了一位无上高手 想威慑我们大长老说 而且 你只能跨越过来有限的距离 并被这片天地的规则排斥 压制 随着时间的退一等 你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 故此即便为不朽 也不能真正横推我剑 大长老进一步说 笑话 如果你是这样认为 那就从你开始 抹杀 废墟下的深渊中 那声音更冷了 而后突然爆发 巨大的波动 天地颤抖 让所有战船抖动 要爆碎了 那只黑色的大手再次冲出 静止向助大长老抓来 遮天蔽日 恐怖无边 诸位 你们看好了 所谓的不死者 所谓的上一纪元的至强者 不过如此 大长老吼道 他既然没有躲避 不曾逃走 而是要迎敌 以身为表率 鼓舞士气 第1375章挑战不朽 大长老 许多人惊呼 放声大呼 因为 这太危险了 简直就是上去送死啊 刚才有目共睹 那个圣灵的凶威不可挑战 各族联手都奈何不了他 和其的恐怖 绝对算是神威盖世 大长老很强 众所周知 可是跟这种不朽的生灵比起来 一定还有所不如 不会是对手 这是要送命啊 大长老 不要啊 十号大喝 他忧心如焚 握紧了拳头 恨不得立刻冲过去 天神书院众人的脸色 立刻就白了 怕大战老当场陨落 那将是巨大的损失 无法承受之重 此时 黑色的大手 从废墟的深渊下探出 如一片乌云般 铺天盖地 向着前方压去 锁过之处 万物歼灭 那虚空崩断 山峰倒塌 大地军裂 转动的星星坠落 悬挂的月亮炸开 地上的大河 更是早已争钱 景象太过恐怖 没有什么可以阻弃前路 原本天空 原本有十八轮血月 可现在只剩下了两轮 其余不是被大手抓下的 而是被最刚猛的波动席卷下来的 这是灭世 天翻地覆 星斗崩坏 没有比这更恐怖的事了 这长空下 万物俱灭 生机净炼 混沌气如汪洋一般汹涌而来 要洗掉这个世界 曾经存在的痕迹 可千道极致 令人目自欲裂 大长老如飞蛾扑火 在那里显得渺小 他的身躯虽然发出了绚烂的光 有法则交织 有秩序构建 但是跟大手比起来 却如同一只萤火虫 微不足道 卑微者 永远这么可怜 杀你真的微不足道 如同胆区身上的灰尘般 那声音淡漠 平缓 不将世间一切放在心上 有种为我独立诛天上的气势 大手发光 黑浪滔滔 一下子就将大长老覆盖 然后猛力一转 就要彻底合拢 将大长老灭杀 大长老 十号大吼 眼睛都红了 满头发丝倒树 真的心痛欲死 怎么才能阻止 其他人也都颤抖 就算跟大长老不睦的家族也漠然 有种很失落的感觉 一带奇人就要这么陨落了吗 呜呜呜 突然 震天的声响传来 奇音震荡苍穹 大赤天都抖动了起来 这个世界彷復瓦解了 祖龙号角 有人低喊 一根古朴的角 没有光泽 如同灰色的石头打磨而成 在那黑色大手间突兀的出现 发出震天之音 那根角的顶部非常尖锐 虽然没有寒光闪烁 但是一看就知 它可撕裂宇宙 击断星河 呜 黑色的大手合拢的瞬间 它的主人发出了轻微的闷横声 祖龙角发光 而后晶莹 璀璨到极致 赤胜的法则沙纳冲出 比任何冰刃都要可怕 刺透了那只黑色的大手 扑的一声 有血溅起 那种血居然也是黑色的 不是鲜红的 并且有股浓郁的毁灭契机 虫子 这么卑鄙 你敢伤我 这个生灵大吼 意外遭袭 让它露出些许怒意 其音阵断长空 轰 真龙角放大 大长老长衣飞舞 满头发丝倒树 它动用全力催动祖龙角 以心神驾驭 以血祭祀 真龙身体最坚硬的部位 最强大的武器 此刻轰鸣 它急速演变 隐约间化成了一头大龙 横冠宇宙中 头顶仙角 爪裂星河 向住那只黑色大手扑杀过去 竟是它 一桩至宝 祖龙的兵器 这个生灵终于动容 露出惊异之色 砰 天地初开 混沌气炸裂 真龙之脚跟黑色大手撞击在一起 激起滔天风暴 呼 大风起 这是能量化城市 这是规则演化的 风暴席卷域外 有些大星根本经受不住 速速坠落下来 更有一些星体在半空中炸开 化成刺目的光 这是一种无比壮阔的场面 波及到了域外 至强力量绽放 没有什么可以抵挡 真龙 当年你已战死 如今还逞什么凶威 杀 抑郁的生灵大吼 大手化作拳头 向助真龙号角砸去 昂 一生龙吟 响彻九天 高亢而激昂 让人元神随之一同共鸣 如同开天辟地的第一缕道音在扩散 大龙磅礴 如同星河浩瀚 舞动躯体 头角裂天 向助那拳头撞去 一次惊天大碰撞 那里发生了烟灭 直到最后 灰雾弥漫 低吼声传出 所有人都震惊 因为人们看到黑色的血再次洒落 如同大雨倾盆 坠落地面 腐蚀万物 可以看到 那个拳头血淋淋 黑血四溅 露出了部分肢骨 敢伤我 卑劣的蝼蚁 先斩掉你 这个至强的生灵话语森寒 大手横空 避过祖龙角 直接向助大长老抓去 他翻手间 那里的天雨崩塌 不复存在 有的只是黑洞 以及裂开的宇宙深渊 太过恐怖 这个等界的生灵究竟有多强 根本无法揣夺 众人深深的胆寒 只能遥遥仰望 所有人的心都揪紧了 不希望大长老死亡 刚才见他动用了真龙角 能够抗衡不朽的存在 众人全都在敌吼 希望能挡住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战 谁都不希望这一界惨败 若能抵住 将无比鼓舞群雄的士气 不然看不到一点希望 花 一张画卷铺展开来 照耀诸天 散发恐怖气息 宛若先王清零 开辟出一个不灭的大世界来 十戒图 大长老动用这件质宝 他随风而扬 铺展开来 如同战衣 油弱盾牌 挡在前方 守护大长老 砰 黑色大手砸下来之际 十戒图发出的光 如同火焰 刺目之际 将他挡住了 震退出去 乾坤巨震 日月沉沦 哦 针龙角再次俯冲 化成惊天之虹 刺在那只黑色大手的手背上 再次有鲜血 洒落虚空中 好 圣院的一位老者大好 杀得好 仙院的几个老头子 也全都喝倒 接着 各族也都大呼 声音直冲云霄 震动大翅天这一股剑 人们心中有股玉气 非常憋闷 现在看到那高高在上的 所谓的不朽的存在 被击伤 自然全都振奋 心中闷气 稍微排解了一点 大长老杀了他 大长老神威盖世 一些年轻人大叫 一个个恨不得能化身为大长老 轻身去搏杀 宰了那个可恨的生灵 是 仙霞绽放 十戒图护着大长老急速倒退 而后他站在虚空中 跟前方大手对峙 相隔极远 同时 真龙号角发出呜呜声 也倒转了回来 出现在大长老的手中 随时准备再出击 渺小的虫子 以仗真龙角袭击 用十戒图防御 不过是赞保性命而已 以仗儿等祖先的兵器 能苟活多久 那声音依旧很平缓 但是冷冽了不少 透出刺骨的杀意 所有人都心头一沉 的确 以真正的实力来说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 可以立地不朽 因为 此事没有真正长生的人 从境界上来说 差这个生灵一截 你看似轻慢 不在意 其实很想立刻诛杀我吧 可惜你做不到 大长老并不惭愧 动用两件质保兵器后 他没有受伤 还可以再战 身为不朽的生灵 源自上亿纪元的强大存在 针对我们 还不允许我动用 同等阶的兵器吗 大长老缓缓说道 若非这个世界出了问题 发生了变故 我等不能迈出那最后一步 可以让你张狂 若是给我一个 允许成仙的环境 只需百年 不 只需要十年而已 我翻手就杀你 大长老说到后来 直接大吼 所有人文言都心惊肉跳 大长老这一刻 是如此的张扬 展现乞丐式气魄 杀我 那个生灵大笑 只是气息更阴冷了 彷復透进人的灵魂中 没错 杀你 给我一片完整的天地 给我一个可以成仙的环境 我只要十年 抬手间 朕杀你 大长老的双目中 有熊熊烈焰 有一种炽热 更有某种遗憾 非是他天资不行 都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 只差半步而已 就可以踏足长生领域 可是天地环境变了 不允许成仙 若是在仙谷 他早已崛起 服侍诸天 好大的口气 从没有人敢在我面前 这般放肆 不朽的生灵奇音 隆隆隆回响 如雷声在激荡 我已经用仙道法器证明 这个等级的力量 足可以杀伤你 我若踏足仙道 你算什么 大长老发思狂舞 毛子开闽间 如闪电刺破黑暗 在虚空中蹦射 这一刻 他是癫狂的 是自负的 是骄傲的 只可惜天地变了 他空流遗憾 无法成仙 不然的话 以他之姿 注定要成为 无上高手 震骨说惊 许多人备受感染 仙院 长生世家 等一些老头子 低吼 环境不同了 他们有无奈 有心酸 更有怅然 但是 身为强者 他们的信念 始终存在 不长生 不是真仙 终究是蝼蚁 说那么多 也无用黑色大手的主人 幽冷地说 现在无法成仙 不代表将来不可以 大长老轻探 而后对所有人传音 吼道 你们看到了 抑郁的所谓 志强及生灵 不过如此 为半步长生的修为 一样可以伤他 让他叠续 我们这一代人 也许无望长生了 但你们不同 还有时间 有朝一日 环境在变 你们便能踏足 仙道领域 去击杀掉他们 我 等一定会崛起 震杀一遇敌 许多人大呼 笑话 就算是在仙谷年代 又有几人成仙 就算环境便回去 又有几多人 可以成功 连那些所谓的仙明 哪怕成仙了 还不是一样都战死 更遑论是你们 而且 你们认为 我等会给你们机会 敢反抗者 屠戮九族 杀灭全部血脉 这个生灵森寒地说 你在威胁我们吗 可是 你过得来吗 你们进攻大赤天 定是另有所图 如今还不能过来 撕开戒壁 让两界稍微相连 环境大变 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长老说 不用害怕 不用担心 异国的生灵 是给我们送大纪元来了 承仙路上 注定有你 大长老对众人 已大到神音喝道 第1376章 谁与一战 可笑 而等愚昧不堪 就是给你们呈现的环境 又有几人可成功 孱弱而卑微 如何能与我等并论 黑色大手的主人 冷漠地说道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 只有一只大手跨接而来 人们已经明白 正如大长老所说的那般 他的真身过不来 被严重限制 不然地早降临了 众人稍微心安 最坏的那一刻还没到来 短暂宁静后 人们心中有一股怒火 更有一种愤懑 那个生灵太看不起人了 一副指点江山 轻蔑众生的样子 他不仅真身过不来 也修为可能会被压制 我们这片天地 等若为他带上了规则枷锁 不用担心先怨一位老头子开口 进一步鼓舞众人 并扬言两界稍微贯通 必然会引发变故 这个世界会慢慢恢复成仙的环境 这是古书上的记载 只是没有几人知晓阴游 根据有些人的推测 应该是当年抑郁的生灵 在这个世界做了什么 但终究会被打破 五 若是而等不服 我可以遣出 不曾踏足不修领域的后背 和你们一站 看一看熟弱熟强 黑色大手的主人这般说道 让人一正 大长老开口 说 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猜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越发难以再次戒长存 唯有退走 支撑不住了吧 你在说什么 黑色大手 的主人冷酷无情 道 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 即使是同岁月的人 同样不曾长生的人 依旧可以死死的压制而等说话间 黑色的大手退回了那座深渊 不见踪影 这引发众人一阵讨论 尤其是长生世家 仙怨 圣怨的高手 一致认为 大长老的猜测应该是真的 也许 还未到两界通道 真正可以开启的时候 尤其是这里 天地排斥抑郁不朽的生灵 会形成最宏大的世界之力 进行镇压 那边的制强者 无法真正过来 而只能跨过部分躯体 发动攻势 快查 大赤天都有什么典故 有何战士 有哪些疑点 都一一寻出来 这个地方有古怪 看他们很急迫 并且希望震慑我等 一定有十分重要的原因 与秘密 大长老低语 不止他一人这般猜想 仙怨 长生世家 圣院的一些领军人 都一致这么认为 有专人去研究 去寻古籍 立刻追寻 轰 就在这时 那黑色的深渊暴动 喷出滔天黑雾 形成一股可怕的场域 而后冲出密密麻麻的身影 远远望去 他们站在扭曲的虚空中 立身在黑雾内 如同一群最可怕的大魔神 过来了 世界另一案的生灵 成功踏足我剑 有年轻人大叫 王八膏子 跟他们拼了 都杀前进 一些血性很强的人不惧怕 反而怒吼了起来 对面 煞气铺天盖地 如同汪洋一般席卷来 让所有人都神魂不稳 咔咔作响 要崩碎了 这群人的力量太强大了 合在一起 形成一股恐怖的场域 要瓦解一切 圣院 仙院 长生世家的高手 一起轻斥 释放神威 抵住了这股场域 让那股风暴不能临近 这是一群真正的魔王 太强了 一个个在黑雾中 如同一座又一座铁塔般 耸立在那里 让人颤抖 你等不是不服吗 这是我借的后辈 可以和你等一战 看一看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圣院中传来威严的声音 那群人迈步 黑雾不散 依旧包裹住他们 不能彻底看到他们的真身 只能见到一道又一道黑影 让人压抑 可敢一战 对面 那些黑影中有生灵开口 带着自负 还有一种孤傲 而等祖上已败 败将的后裔越发不堪 何以敢挑衅 黑雾中有生灵蔑视 完全看不起 九天十地这一边 众人醋眉 尤其是各大长生世家 更是在议论 要不要出手 要不要在这里挑战 要 很快 他们就达成一致 因为真的需要掂量下 抑郁的生灵 究竟有多强 需要派人出去一战 阶下囚的后裔 尔等的祖上 都曾匍匐在我们的脚下 现在你们还要一战吗 我修为一般 但自认为镇压你等足够了 谁来挑战 就在这时 一个高大的生灵 从黑色深渊那里迈步走出 应该是一头野兽 其形体有四足驻地 很庞大与雄武 不过 那黑雾太特殊了 终究是没有能看出 它清晰的真身来 只知道如同狮虎般强壮有力 既然你修为一般 那就滚回去 派一个高手来战 圣院的一位老头子脾气很暴 这般呵斥道 你想被灭族吗 那黑影的神念之音森寒 被激怒了 言语不通 两界人都是以神识对话 就凭你还不配 圣院的老头子冷笑 并呵斥道 既然要战 就让一些够分量的生灵出场 免得你们到时候输掉找借口 很好 那就换 一些人来 在真正的征战一场 试试看黑色的深渊下 传出威严的声音 而后 雾矮冲起 大片的身影出现 一个个精气神超级恐怖 比刚才那群人还要凌厉一些 要比就比正规一些 无休到百万年 谁来与我一战 黑院上 一道身影走出 其声音有极强的穿透力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这个声灵很可拍 师父 让我去一战 一个面容轻取的老者走出 灰发披肩 身材偏矮 对驻圣院的大长老失礼 许多人不知他的身份 都露出构意之色 但是 各大强族中 却先后出现一些惊呼声 像是非常的震惊 他 居然还活着 是当年的那个人 号称血气之力经九天 百万年前 圣院弟子中 数一数二的人 什么 他是相风 传言他不是走火入魔 已经 作画数十万年了吗 各大古世家的人 都惊呼出声 引发哗然 这是百万年前的 一代奇才 在当年号称 至尊种子及人物 是那个时代 圣院中 力气最大的年轻强者 而且 他是圣院大长老的 首席大弟子 身份非同一般 曾经打遍那个时代 同辈中 只有一两人 可与他争锋 这是百万年前的 年轻至尊 曾经是那一代人中 排名前三甲的强者 这种身份 如此战绩 当年乃是一代 风云人物 绝对的王者 其实 有些人不同意 相风出手 但是他已经站起 不太好反对 相风向前走去 身体虽然有些矮 但是整个人 带动出的血气 太旺盛了 如同被一片 血色星辰海包裹住 沐浴无上神辉 恐怖的力量波动 向住四方传道 他是圣院大长老的 首席大弟子 绝对的强横无匹 有足够的资格 代表我借百万年前的 那一代人出战 许多人点头 这是一个极佳人选 对面 黑色深渊畔 那个生灵走来 离开了浓重的黑雾区 他并非不休者 相对来说 修为还不足以 引发此界反噬 最起码在黑人境前 不会受到这天地的压制 如同在他们那一届般 我名相风 来吧 相风开口 斩动躯体 将动用最强横的力量一站 没兴趣知道你是谁 我只为来杀你 对面那个生灵开口 他行似人足 只是额头上有一排树眼 足足久之 这一边 所有人都惊怒 抑郁的生灵 这是自负 还是故意折辱 太轻狂了 杀 相风出手 动用了最强力量 血气如虹 从他的天灵盖冲起 击穿天雨 一身神力沸腾 两大强者站在一起 惊天动地 修为到了他们这个境地 都已经算是站在人间 几道巅峰上了 所造成的破坏力 无法想象 恐怖无比 不时有剑气冲起 斩落下大星来 然而 紧紧百招过后 一声闷哼传来 并带着大片的鲜血扬起 相风倒退 他失去了一条手臂 被对面那个生灵 生生地扯断了 简单而狂暴 无情而冷酷 不过如此 那生灵低雨 向前冲去 继续搏杀 啊 相风大吼 断臂重生 然后跟他拼命 生死激战 噗 又进行了五十招后 相风双眼失神 蹊跷堂血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的眉心竟已经被那人一把抓碎 原神成灰 相风 圣院的大长老心痛 张嘴喷出一口血 众人震撼 这可是百万年前同代中前三甲的至尊人物 就这么被击杀了 五 我还不曾动用我自己的神术 只用了你们这一届当年的法 那个声明说道 丢下相风的尸体 向回走去 相风 一代传奇人物 就这么的死去了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早有约定 这种决战万人不得前遇 否则的话 圣院的大长老一定会出手 长途如此 让他悲痛无比 其他人也难以置信 那么强横的相风 就如此的陨落了 太快了 结果过于可怕 你究竟是谁 在意欲什么身份 有人大吼 那圣院的人 一个个眼睛都红了 我名帝陀 百万年前同辈中 勉强排名第十九 这位生灵转身 说完这句话后 头都没有回 走向深渊畔 这一刻 鸭雀无声 人们被惊住了 虽然心有悲愤 但是不得不感觉到一阵寒意 排名第十九的人 将这一届前三甲的人 轻易击杀 这是何其可怕的事 就在此时 黑色深渊 那里另一个生灵开口 道 无修行五十万年 谁与我一战 也几乎是同一时间 九天十地 这一边的人群中 也有人高呼 道 我修行二十年 谁敢与我一战 第1377章楚山河 两个声音同时响起 在大池天边江浩荡 黑暗深渊那里 那个生灵走来 地面微颤 体型健硕 他被黑雾包裹住 但也有一层淡淡的血光 形成一个光环 很是可谦 那是血色神环 是他曾经杀戮 生灵无数的证据 而九天十地这一边 许多人都向那个 发出声音的地方望去 是一艘仙金古船 那里都是年轻人 有些人看向十号 可是刚才听到的声音 又不是他 世界另一岸那些 如同魔神的般的存在中 也有许多生灵望来 盯住这里 看什么看 你们的眼睛都长邪了吗 本王在此 一个声音如同炸雷般回响 出自十号的尖头 而非他的口中 人们终于明白 果然另有其人 许多人不得不睁开天幕 仔细凝视 因为开口的生物实在太小 天脚蚁 正是他吼出的 要与抑郁修饰一战 他对世界另一岸的生灵 有着刻骨铭心的恨 父亲战死 母亲被杀 兄长与子子更是被 和无双一人击毙 可谓滔天血仇 黑色的深渊前 那些生灵依旧冷漠 有人冷冷地望过之后 无情开口道 天脚蚁 还不曾灭绝吗 我天脚蚁一脉 自古长存 如何会灭绝 而等待我日后杀过去 洗好脖子 金色的小蚂蚁大喝道 这一介无人了吗 让一个只还不曾成年的虫子 处战黑暗深渊畔 有人冰冷地说道 这些人一个个都很冷酷 少言寡语 但是一旦开口 就会让人觉得难受 血淋淋的战绩摆在那里 想反驳都觉得为难 胡说八道 本王已经修行二十载 最少十八载 亦或者十七载 谁敢与我一战 天脚已叫嚷 众人一阵无言 连修行岁月都连打折扣 实兄的后人靠谱吗 别闹一味老者低语 不让他再次开口 小蚂蚁的出发点 也许是好的 可求一战 击败一御敌 可是他还未成年 连青年一代都算不上 还轮不到他上场 可是 我就是想一战 小蚂蚁很执拗 你若想战 有你出场的时候 但却不是现在你没看到吗 所出动的高手 有骨至今 一个一代 一个时代而来 最后肯定要轮到你等 大长老说的 战船上 所有年强至尊 都是一阵 握紧了拳头 看向废墟那里的 黑色雾矮区域 有人敢与我一战吗 黑暗中 那个生灵再次开口 对面的老牌 敌人出裂 这一边不可能 现在就让金色的 小蚂蚁出场 即便暂时搅局 也无意义 我去跟他一战 就在此时 仙月那里走出一个老者 皮肤辣黄 发丝灰白 身材枯瘦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无法逃避 也不能避战 抑郁的人出裂 如果九天十地 无人迎战的话 那会更加打击士气 这个人是谁 许多人都望向那里 他没有烟火器 很普通 如同城市中的一个老者 稍微有些病态 肤色发黄 不是很健康的样子 许多人都在猜测 他的身份 肯定不凡 不然的话 绝对不敢代表 这一代人出战 楚山河 不可能没有人认识 有人动容 认出了这个 肤色蜡黄老者的身份 道出了他的名字 楚山河 他是谁 我怎么听着很耳熟 但是却想不起来 有人低语 不用多想 此人一定会很超凡 但是名气似乎不显 大多数人都想不起他有什么战警 五十万年前 号称气吞山河的楚山河 有霸王之姿 横推群雄 跟另一人号称绝代双胶 我想起来了 一个曾经如日中天的豪雄 只是很短暂 如会心横空 很快就消失了 经过提醒 有些人想起来了 知道了楚山河的来历 他是仙院培养出的一个绝妙的英杰 在那个时代光芒万丈 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生出惊天变故 事实上 那件事牵连很大 不只涉及到楚山河 还有一些年轻王者 那一年 楚山河等共八人 同进九天上的一处生命禁区 为了得某一先王遗漏的兵器 以及探索某一个传说 这些人可谓出生牛犊 不怕虎 只是 很可惜 那一走就等若是死别 最后八个人中 只回来一个楚山河 其他人再也没有出现 揭灭 而且 楚山河也自此病奄奄 缺少了过去的霸王气概 而后更是就此消失了 有人说 那次打击太大 让他失去了一颗争雄的心 也有人说 有人全面 让他发疯 难以承受 须知 那再也没有回来的七人 是那个时代最惊艳的年轻至尊 其中一人更是跟楚山河并列 号称绝代双交 并且是他的道 正是这样一个人 五十万年前曾经的第一人 被认为一直消沉 早已被遗忘的楚山河 居然在此时挺身而出 山河 你的身体有些问题 一直还没解决 仙院的长老担心 我可以一站 楚山河说 然而 当他身体发光 神力运转时 他蜡黄的脸色出现阴红色 嘴角直接就一出一缕血 众人心头当即是一尘 还未出手 自身就有伤显现 还如何去激战 山河 不要去了 你这个状态不行 还没调理好伤体 仙院的大长老直接阻止 究竟是什么样的伤 恶化了五十万年 就是仙院朱雄都没有办法吗 这相当的可怕 没关系 我可以一站 这病根虽在 但却是对我最好的魔力 影响不了这一站 楚山河执意要去 我知道了 这是在九天上的禁区中 留下的病根 据闻他们曾经被黑白两道 生死之光冲击 只有他活了下来 有人轻语 同时人们也是一探 楚山河非要出手 并非是他执拗与偏激 而是因为别人出战的话 多半会大败 他毕竟曾经是 那个时代的第一人 而且这么多年 虽然身体有问题 可修行不曾耽搁 盛免会更大一些 实在没有办法 他才决意出事 要参与这一站 咚 对面 黑暗深渊那里 那生灵走来 脚步沉重 如同他在每一人的心间 啊 有人忍受不了 痛苦低吼 这脚步声太可怕了 让人们的心脏都要碎掉了 真似踩在人的心口上 剧痛难忍 有些人嘴角流血 居然在这脚步声就受伤了 呼 楚山河走了过去 宽大的袖子一甩 一股大风撕裂虚空 让那里扭曲 隔间了这种脚步声 对上那个生灵 低血的神环 楚山河看住对面那个生灵 对方的体外有黑雾 更有一层赤霞化成的神环 如同神血凝聚而成 这是杀戮的产物 是无数生灵被此人击杀后的血精化成的神环 来吧 这个生灵开口 人形的躯体 庞大的血气 气势太胜了 轰 大战就这么爆发了 天崩地裂 鬼哭神嚎 一开始就让此地一想惊天 他们的动作太快了 许多人看不清是如何出手的 只见苍羽裂痕一道又一道 隐心划过长空 璀璨夺目 这太激烈了 两名强者杀得日月无光 天地变色 咔嚓 黑色的闪电交织 天空中出现云层 接着 倾盆大雨洒落 让这天地间赤红一片 居然是血雨 这不是异象 是天枯 指引两人的交手太激烈 惊起了边疆逝去的古魂与英灵 让往昔战死的强者残魂在线 跟住哭嚎 少有人可触及这种景象 非盖带人杰皆不可 很明显 楚山河以及他的这个对手太超凡 引发了这种惊变 100招 150招 两人交锋 越发激烈 转眼已经快200招了 各种神术冲击 生死决战 可 楚山河咳血 脸色越发蜡黄 情况很不妙 结束吧 异国的生灵鹤道 在体外环绕的血色光环 化成一件兵器 腾越而起 向助楚山河照去 这竟无法躲避 哗的一声 孤注了楚山河 要将他的躯体乐断 这血色神环 怎么避不开 后方人们大吃一惊 而后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又要死去一位至尊了吗 向风战死 已经打击了士气 如果楚山河在败亡 无疑更严重 连50万年前的第一人都不敌 那结果太苦涩 楚山河被禁锢 身体僵硬 难以出手 嘴角更是有血流淌 对面 那个生灵一声低吼 整个人跃起 先前扑击 一爪向住楚山河的天灵盖抓去 这若是击中 肯定要直接毁掉奇缘神 肉 就在这一刻 楚山河那蜡黄的躯体变了 竟然腾起黑白两种光 争的一声 将血色神环斩断 而后迎向敌手 扑的一声 血溅起 那个生灵一声咆哮 惊怒而又恐惧 想要倒退 可是晚了 黑白二光直接剖开了他的躯体 让他从眉心开始裂开 一直蔓延向下 而后他整个人粉碎 那是什么 许多人惊呼 人们没有想到 最后关头楚山河反败为胜 扭转了战局 出乎意料 接着 九天十地这一边的人马 立誓欢呼了起来 人声鼎沸 这场胜利来之不易 扑 楚山河大口喷血 机体缺少光泽 皮肉如同金色纸张贴在骨头上 前扁儿缺少精气 整个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欢呼声立刻止住 先愿许多人飞扑向前 进行抢救 有意思 是这一届某处神秘禁区 特有的黑白生死光 居然没有将他磨灭 反而养在身体中 黑色深渊那里 传出这样的声音 像是点评 又像是在叹息 连那个人都说禁区神秘 可见多么不凡 山河一直在温养与祭练黑白生死光 想将他化作兵器 如今消耗过剧 速速让他休养 仙院大长老说 有些意外 我借五十万年前的修者 在年轻时曾经排名第十一的高手 就这么被击杀了黑暗深渊前 有人叹息 这些话语一出 仙院 圣院 长生世家等各大势力的修士 全都神色一僵 觉得身体有些冰寒 楚山河 可是这一借五十万年前第一天才 只是赢了对岸的第十一人吗 虽然胜了 但是众人的喜悦感 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越发觉得心头沉重 太压抑了 就在此时 黑暗深渊畔 强大的气息涌动 结果一下子走过三个生灵 不出黑暗区域 来到战场中 一个老者 一个中年人 还有一个年轻王者 从老到中年 再到青年 都有了 一对一杀的不尽性 不如分成三对 速速来决战 那老者说 这分明有些轻视 九天十地的修士 就算刚才楚山河胜了 他们也不在意 毫无疑问 这三个生灵 是代表了三个不同时代 与年龄层的异域王者 他们的排名 一定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很高 最起码应该高于第十一名 好啊 本王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金色的小蚂蚁 第一个叫道 就要跃起 结果被十号一把按住了 第1378章挫败 放手 任天脚蚁拥有力之急 尽血也挣脱不了 被牢牢地按住 十号摇头 自然不让他上前 因为动辄绝生死 而小蚂蚁还没有成年 不适合去激战 要站也是他前往 对面 三个生灵都很可怕 那年老的生灵 是人形的 但是却竟然生有八臂 他身材中等 满脸鳞片 他被黑雾缭绕住 显得强大而诡异 在脉步时 这天地都在跟住颤抖 血气如汪洋般 在缓慢地汹涌 这是一个极其强大的 抑郁修饰 他眸子开闽间 闪电一道道射出 此时开口讲话 道 我修到二十万年 很想跟你等印证 在他旁边 混沌气 弥漫 那个中年生灵十分威猛 身材高大 他的头上没有一根发丝 而是满头的骨刺 风锐无比 十分猙獰 此生灵 有着治强者的气息 正当壮年 体内精气充沛 他正处于黄金岁月 发出的恐怖波动 不会比那老者弱 此季 他也开口 很是威严 道 无休到五万年 谁与我一战 紧跟在后 那年轻人向前走来 龙行虎步 神武射人 他 很英俊 且伴着仙气 如同一尊帝仙 行走于世间 三朵大道之花 在他头上绽放 仙气垂落而下 没入其躯体 而后又从头顶冒出 再次化成大道花朵 周而循环 滋养其体 恩 所有人都是一惊 这个年轻人 除雀眉心 有一块菱形菱片外 跟人族很像 没有什么差别 而且 他很明显 修的是仙古法 连三朵大道之花 都是由三道 仙气凝聚而成 此人十分强 可怕的惊人 我修道二十五载 可求一败 年轻人开口 他动用的不是神念 而是一种古老的语言 这属于仙古语 源自这一界 许多人都是一呆 尤其是十号 立刻知道了 他来自边框外 跟此界生灵 原本同源 就跟他收服的 没到一半 只是 此人更强 老 中 轻 同时出击 三个人 带倒了三个重要时代 九天十地这一边 很不宁静 许多人开口 要进行一战 无修道二十万年 愿一战 首先 是几名老者回应 同时迈步而出 都要一战 此外 修道五万年的强者 也有几人愿战 当然 应战人数最多的 还要数年轻一代 那艘赤霞流转的战船上 一群年轻至尊都动了 揭耀一战 让我出手吧 一个赤发老者开口 满头发丝微卷 火红如烈火 他迈步而出 他来自一个长生家族 在这瞬间 不少老辈点头 认可他 赤发神君 他有这个能力 就是圣院的大长老都点头 赞同他出战 同时这位大长老也很悲痛 怀中抱着大弟子相风的尸体 被赶神伤 连隐魂连动用了 都没有修补其原神 相风修道百万年 第一个出场 结果被对手一把抓碎鹅骨 原神灰飞烟灭 彻底死去 神要再强 也需要留下一块原神碎片 才能救人 而相风已经彻底灭绝 连一丝原神印记 都没能留下 赤发神君 修炼有大焚天宫 号称可焚尽一切邪碎 此宫在仙古年间曾克制异域诸多修士 赤发神君名号更胜过其名 都很少有人知道他 等名字了 二十万年前曾横推同辈无敌手 有人议论 洞悉他是赤发神君后 多少有些心安了 有些古怪 怎么感觉到一缕熟悉的气息 异国的八臂老者同孔收缩 盯着赤发神君 你们先后退 在旁观战八臂老者居然这般说道 让那中年还有青年暂时不要出手 因为他有种异样的感觉 大战爆发 赤发神君走来后 直接跟八臂老者激战在一起 轰 誓言腾空 焚烧九天 大焚天宫发威 火烧虚天 引爆当场 赤发神君刚一上来 就展现了这蒙古天宫 要压制异域强敌 但这八臂老者的可怕程度超乎了想象 八条手臂齐动 各捏不同法印 刚猛无比 居然可以对抗焚天之火 琵琶作响 两人激烈交锋 赤炎化成金色 熊熊黄金之火沸腾 席卷了天上地下 将域外漂浮的一些隐星都卷了下来 焚成岩浆 虚空中 一片炽热 空间塌陷 这是焚天之火 可以毁灭万物 激烈厮杀 两人大战了足有三百回合 大焚天宫的火焰颜色变淡 混沌宫出现 在那里燃烧 众人倒戏冷气 事发神君果然厉害 他所修炼的火焰都跟混沌交融在一起了 若是有朝一日彻底化成混沌宴 那就真的无敌了 而且 一旦到了那一步 多半得亏长生领域 将成仙了 还不够强 听闻上一纪元有人修辞古天宫 先到符号化作内宴 混沌化作外宴 彼此交融 可焚不休者 巴比老者评价 人们吃了一惊 他到底多么强 连大焚天宫都没有伤到他 而且他还有余力在评论 赤发神君大怒 口中长笑 浑身发出层层涟漪 那是他的躯体中溢出神秘力量 加持火焰 要焚强敌 恩 汗将如拱 巴比老者眯起了眼睛 他出手无情 也开始削拼 不然的话便可能会陨落在这里 正如他所说那般 赤发神君的汗水雪白如水银 十分神奇 有一股强大的波动 砰 可是 赤发神君依旧受伤了 嘴里咳出一口血 被一道法印拍中尖头 因为对方有八只手臂 攻击力 不说是同级人物数倍 也快差不多了 血中带淫 巴比老者惊讶 其他人也看到了 赤发神君动用全力后 汗将如拱 其血液则鲜红中带着丝丝缕缕的荧光 成结白色 你是我借某一强大种族的后裔 巴比老者说道 他做出这样的判断 你胡言乱语什么 赤发神君喝道 看你秀为不凡 有我借某一强族的血脉 不要自悟巴比老者说道 早先他觉得有股熟悉的气息 现在确认赤发神君为一域的后裔 滚 赤发神君拒绝得很乾脆 既然如此 我便送你上路吧 虽然是强族后裔 但是背叛祖先 却你还执迷不悟 死不足惜 巴比老者说道 他已经跟赤发神君大战四百回合 不好 赤发回来 某一长生家族的活化时及人物贺道 可惜 晚了 他们培养起来的这个弟子 号称二十万年前数一数二的王者 遭遇了重击 那巴比生灵太可怕了 随手一击 都可让域外星辰粉碎 此时 他的一只手臂扑的一声 刺透赤发神君的胸膛 让其心脏碎掉了 啊 赤发神君怒吼 体外神艳腾腾 混沌气扩散 激烈搏杀 扑 巴比老者太可怕 又一条手臂落下 将赤发神君脖子扭断 上路吧 最后一声断壳 巴比老者捏拳印 一拳轰碎了赤发神君的头颅 让他死于非命 战斗结束了 正好第五百招而已 纵为我借后裔 若是不归顺 也要斩杀 巴比老者 无情地说 赤发 后方 有人大叫 无比悲痛 怎么会败 修成了大焚天宫 可以克制抑郁的修士 为何还是输了 赤发神君 号称二十万年前 数一数二的年轻王者 结果修到这么多年 自身修为勇猛精进 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 可还是战死了 这对九天十地的修士来说 是个沉重打击 你是谁 报上名来 赤发神君的弟子 还有师们中的高手 有不少人大吼 目自欲猎 悲愤无比 你们可以称我巴比上人 二十万年前 曾经在同代人中 排名第十 他冷冷地说道 而后向后退去 谁来送死 此时 那个头上没有发丝 只有锋锐骨刺的 中年人低吼 雄霸战场中 他散发出气息 十分恐怖 居然不比巴比上人弱 他修到只有五万年 有人走来 毫无疑问是一位至尊 属于同代中的绝顶人物 他被掀器包裹住 绝世强大 轰 大战爆发 双方交手无比激烈 杀得日月无光 天地失色 很可惜 这次战斗结束得更快 只有八十几时而已 这个修到五万年的绝顶人物 就被异域修饰 一直洞穿了眉心 而后一拳轰爆了躯体 尸骨无存 只有血雾飘散 这个结果让人揪心 让许多人忍不住大叫 一代高手死得太惨了 那么强大 可是却这么悲凉的落幕 差距实在很大 到目前为止 四场大战 只有楚山和胜出 但他却是以五十万年前 第一王者的身份登场 只是因为异域排名 第十一的生灵 如果异域排名 在稍微靠前一些的 生灵出战 结果会如何 楚山和也多半要战死 此时 气氛压抑到极致 九天十地这一边 显得无比沉闷 许多人一直动摇了 这几场战斗 已经能说明很多问题 真是不堪一击 谁与我一战 赶来送死 场中 异域的那个年轻人开口 轻蔑地看向这一边 抹了个八字 本王灭了你 让你嚣张 小天脚蚁 忍不住要骂娘了 他恨抑郁的生灵 更恨此时 这种压抑的气氛 轰 十号依旧按住了他 自己开始迈步 向前走去 不行 让我来 金色的小蚂蚁大叫 是 同一时间 一道紫光冲销 另一道身影 竟然冲了过去 锐起喷波 让我跟他一战 竟是子日天君 他不久前败给了十号 内心充满挫败感 渴求一战 想重塑信心 因为 他的道心有瑕疵了 想在这种最压抑的气氛下 斩掉异域强者 杀出一条光明路 来让自己解脱 超越自我 让我来 就在此时 七姑道人也走来 他是圣院的年轻至尊 他想为该院大长老的大弟子 向风报仇 更想洗刷圣院的败迹耻辱 鸿蒙紫气重 战场中 那个年轻人盯住了子日天君 很是吃惊 因为当年鸿蒙紫气重 号称无敌重 金色居然又出现了 嗯 还有阴阳重 世界树幼苗 下一刻 他盯住了赤色战船上的一群年轻至尊 额头的菱形菱片揭开 露出一道可怕印记 射出刺目的光 竟然一眼望穿了众人的虚实 什么 这些种子还在 让我来 退后 由我出手 就在这一刻 黑暗深渊畔 有一些年轻的抑郁强者大步走来 一个比一个恐怖 全都有惊世气息弥漫 这些人盯着蓝仙 石棺王 大须驼等人 全都目光火热 像是发现了猎物 而等改一战俘 过来决一胜负 谁都没有料到 一国年轻一代 直接就过来十几人 一个个稀迹无比 像是看到了美味的猎物 在那里喝口 要进行猎杀 第1380章群王 废墟下黑色深渊镜前 一道又一道 魔神般的身影出力 令人觉得压抑 压制九天十地的所有生灵 此时 十几位年轻的魔神走来 一个个形体不同 种族不一样 带着射人心魄的威亚 踩塌的大地上裂缝 蔓延不知多少里 他们眼神炽热 盯着对面众人 要进行猎杀 谁都没有想到 他们近视这副神态 如同鲨鱼 在海中见到血腥 如同半空中的阴笋 在草原上见到 小型草食动物 要猎食 九天十地 这一边许多人又惊又愤 那种姿态太张狂了 完全看不起 这一届的年轻修士 将他们当成了什么 这让人倍感耻辱 同为修士 同处在一个时代 那些抑郁的年轻生灵 居然这么的自负 根本无一丝的忌惮 争先恐后 向前逼来 怕落后于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 别说年轻人 就是九天十地的一些 中年修士都怒了 抑郁生灵过于嚣张 浑然不将此界的人 当作对手 谁与我一战 此日天君大喝 因为他抢在十号前飞来 第一个登上战场 被对面的人轻视 怎能不愤 此日天君的天资 无论在古代 还在当时都称得上几天 天纵之姿 可是近来却遭遇挫折 很想摆脱阴影 证明自己 寻回信心 对面十几个生灵到了 一冲而至 如狂风呼啸 顿时让这片古地 飞沙走石 一些数十万斤的 巨大石块 被卷上半空 十几个生灵 有男有女 有俊俏的 也有丑陋的 但有一个共同点 精气神凝炼 隔骨前有圣光照耀 那是神魂过强的结果 都要直接显现而出了 这些生灵 有的大笑 有的平淡 有的冷漠 有的仙韵十足 有的如同自地狱而出 气质完全不同 哈哈 让我来 一个荧光胜裂生灵走来 它拥有人族的躯干 蛇族的头颅 叶叉般的神赤 还有一条错量的蛇尾 蛇叶叉 后方 有人认出 顿时一阵头大 因为 这个种族太强了 号称异域的王族之一 不可力敌 不知道这个年轻的 蛇叶叉排名多少位 不 让我来 因为我第一个 出场的战场中 那个早先就登场的 年轻男子说道 他没心有一块 菱形菱片 此时菱片张开后 露出一道印记 可看破人间一切虚妄 因为 正是他刚才看出 对面那些年轻人 体内有无上种子 这才惊动了 后面来的这群 年轻强者 呵呵 一串银帮的笑声 一个女修士走来 一头金色的长发 如同黄金铸成 璀璨夺目 她很强 周身有金色的精气 沸腾而出 形成光环 将她笼罩在当中 如同九天上的旋女 降在这里 她形状像人足 但是头上有两根犄角 流动刺目的神光 而在她的后方 还有黄金色的围羽 很长 拖在地上 两位哥哥 还是让给小妹吧 我很需要一颗 无瑕的种子来揣摩 她笑着说 黄金魔鸟 圣院的一位长老露出凝重之色 周围其他人听到后 神色猛然一变 这一族在仙谷留下的传说中 实在非同一般 非常可怕 该族的名音 简直就是地狱之音 不然何以被称为魔鸟 一旦发出叫声 可以中断人的宝术 让人元神遭受重创 这个种族很稀少 当年却在那个时代 对这一界的修饰 却造成了巨大伤害 相传无中先王一怒之下 以其道中出击 杀入世界另一案 覆灭了该族 如今看来 肯定有漏网之鱼 而且都早已成长 并繁衍了起来 又形成了一个 极其强大的种族 还是让我来吧 就在这时 一头猛兽走来 六族踏在地上 形成地震 这是一只凶兽 犀牛身 猛兽头 头上还有十八根犄角 凶猛而强大 体型旁硕 跟一座小山般 异常微猛 他有六条腿 皆粗如巨柱 腿上密布麒麟片 与犀牛身上的厚皮不同 且在背后 生有一条阻厄尾 鲜红透亮 在其周围 虚空扭曲 他现 跟他而动 这是虚空王兽 在九天十地中 有虚空兽 十分稀有 被称为强绝而恐怖生灵 其实都是一羽虚空王兽的后裔 可见 真正的这种猛兽 是多么的可怕 三年前 十号随天神书院众人去仙家战场失恋时 曾经杀过一头 也是在那个时候收服了来自异域的末道 不过 眼前这头明显比当初那一头强 更煞气逼人 不可饶恕 你们尽管过来 此日天君怒吼 当他是什么了 真以为是砧板之肉 盘中美食吗 哈哈 一些生灵大笑 竟要抢先出手 呼啦一声围了过来 想群战嘛 后面 七顾 大须驼 吕红 蓝仙等人也都冲过来了 十号也在内 冷冷地看住对面的一群生灵 他暗暗观察 不得不叹 那个世界的年轻修饰太强了 法不同 道不同 路不同 造就了一群十分可怕的年轻王族 这个女人 生命气息太浓郁了 体内有一颗特别的种子 归我了 谁也插通体阴白 人族躯体 蛇类的头与尾 吐出蛇性子 盯住了吕红 吕红 来自长生家族 曾经得到一颗神秘种子 体内生气远胜所有人 号称生命女神 被一些老古董认为 日后可能会成仙 则 黄金魔鸟动了 她如今是人参 满头金色长发飘舞 快如闪电 她很直接 以行动说话 抢占猎物 冲向蓝仙 因为蓝仙体内也有无瑕古种 名为天穷重 十分强 在仙古年代有着太多的传说 战斗就这么爆发 黄金魔鸟首先出手 且躯体发光 在积居力量 随时会发出一声名音 小心 不要让她发动魔鹰 后方 有蓝家的长辈 焦急地喊道 哈哈 那我也不客气了 虚空王寿咆哮 盯住了石冠王天子 一纵而起 山摇地动 扑杀了过去 长空当即扭曲 而她则消失了 穿越虚空如履平地 她是空间之兽 掌握有震慑天下的空间法则 轰 石冠王天子面对她的攻击 冷静无比 直接催动龙泉 上来便一拳崩开了长空 你们过了 不得抢我的猎物 那个没心有灵骗的男子喝倒 阻止了其他几个生灵 她自己冲向此日天军 已然出手 吼 这个敌人是我的 一头巨兽咆哮 天穷军烈 如同一堵黑色的磨山鸭落 向驻仙院的盖带 年轻高手小天王杀去 那我就来收拾这个人 一个银发女子 双眼发出两道银色光束 向前走来 要镇压仙院的大须驼 因为 她看出大须驼不凡 体内有仙道气息一处 哦 真跟我猜想的一般 这是古僧一脉的继承者 得到过一颗仙射力 呵呵 造化 这是最稀有的不要 这个地方乱了 抑郁十几名 年强修士一起向前冲 如同溅了穴的豺狼 全都跃起 寻找对手 扑杀猎物 很快 十亿 帝仙 七顾道人 六冠王宁川等也被盯上 有人冲来 跟他们战斗 十号自然也没有意外 一个不知适合种族的年轻修士跃起 到了他的面前 杀气顿时如骇浪一般席卷而至 这个生灵 躯体如同蜈蚣般 一节又一节 且拥有百足 密密麻麻 让人觉得发善 不过腹部那里有一对人类的长腿 让他可以直立住 而且 他还有特别长的一对爪臂 是螳螂臂 如同两口血量的大刀 简而言之 这就是一头有人足双腿的大物功 此外还有螳螂手臂 通体呈现暗金色 铿锵作响 躯体也不知道有多么的坚硬 只是 他越来之后 竟然盯住了十号尖头的天脚椅 将其荡成了目标 一个没有无瑕古种的人族 怎么有天脚椅的血脉珍贵 那才是我的目标 他这样冷悠悠地说 十号一愣 然后很快知道了 抑郁的修饰 有特殊的手段 可以探查古种 想必 先古一战时 拥有完美种子的人 给予对方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故此 那个世界的生灵 惊言辞到 传给了后人 不止十号发现了 就是其他人也明白了 顿时都心头一沉 因为 世界另一案的生灵 肯定研究得很透彻 不然怎么会这么快 就能发现 谁体内有古代的宝种 而这也意味着 他们多半会推演出一些 专门对付古种的方法 深入想下去 所有人都记铃铃打了个冷战 不是没有可能 而是非常有可能 情况十分糟糕 有些人感觉到了危险 不妙 后方 那些老辈人物 一个个都是人精 比年轻人还先警醒 一下子变了颜色 人们终于知道 为何抑郁的十几名高手 看到九天十地的年轻至尊后 会这么的兴奋 争先恐后的杀来 谁敢与我一战 都给我滚过来 杀你们的前进 十号大喝 他觉察到不对后 第一时间发动攻击 而且 他不是针对一人 而是发出十几道宝树 攻向所有异域强者 这简直是要引发群战 挑战所有人 第1381章 先人死战方式 十号出击 一时间宝树纵横 来自世界另一岸的群王 都遭到了攻击 见光霍霍 神角猎天 兽卒碎谷地 这个地方顿时传出一片吼声 被攻击的群王自然反击 无情出手 所有人都呆住了 居然有人敢以一己之力 挑衅猪王 这是活得不耐烦 而自寻死路吗 十号这样做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先引这些人 引过来 杀他们的气焰 让自己这边的人 先冷静 退后 思索破局 因为他觉得此时事态很严重 对面的人对谷种了解的过多 多半会有什么杀手锏 轰 惊天动地的声音传来 十几道志强宝树 运筑怒火 向着十号那里轰击而去 这是十几位王者的神通 是 十号化成一道电弧 从原地消失了 快到极致 身法惊人 强如他也不可能真的去硬拼群王 敢向我等挑衅 不知死活 银夜插寒声道 吼 虚空王寿大吼 天崩地裂 长空崩断 继续攻击十号 子日天君 蓝仙 宇红 大须陀等人心中一震 没有想到十号敢这样做 同时大致猜测出他在相助 因为 他们刚才都觉得有些不对 异域生灵对谷种的了解 未免太深入了 连他们隐藏在体内深处都能察觉 助手 就在这一刻 后方出传来大喝声 奇音如雷 蕴含着大道真意 九天十地的老辈人物出生 阻止这一战 为十号担心 怕他在群王的攻击下迎落 不能看出他死去 主动挑衅 便要付出代价 黄金魔鸟高声道 虽然为女子 但金发披散 美丽中带着绝世杀气 走脱步了 眉心有灵形灵片的男子 直冲而来向十号杀去 一国十几人没有收手的意思 动作迅猛 都想在第一时间杀死十号 回应他刚才的挑衅 可见 他们多么的自信 连九天十地的老辈人物 喝口都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他们相信 自己这一方的长辈会庇护 不会让他们吃亏 来吧 让我杀得够 为几位前辈报仇 十号谋中金光如电 盯上了其中一人 他要针对一人 先施落手 不久前 相风 赤发神君等数位 先辈高手被击杀 神魂覆灭 死得太可惜 太惨了 导致是其大伤 仇云惨淡 十号希望 以酣畅淋漓的大圣 喜刷进这种沉闷道 要窒息的气氛 大风呼啸 大须驼 十亿 七雇等人出手 要相助他 不可能看住他一个人独占 那不现实 无人可以异地群王 砰 大地颤抖 一条奇长的身影出现 大长老突兀地出现在场中 隔在两届年轻修士间 站在场中 他一身灰袍斩动 身体笔直 挡住群王 你要介入吗 面对这等人物 对面一群年轻的亡者无惧 蛇叶叉等人更是高呵 甚至有人攻势不减 大长老不动 体外一出一道宝灰 将他们的攻击瓦解 隔断此地 银叶叉等人顿时横飞了出去 想以大欺小骂 对面 瞬间昏暗 三道模糊的身影出现 根本就没有看到他们如何动 就已经站在那里 挡住了大长老 我若以大欺小 他们早已不复存活 大长老说 有我等在 你能得手吗 三道古老的身影中 一人冷漠说道 他们宛若天地间 最古的神像 一动不动 拥有射人的气息 刚才 各个时代都只是 出动一人对决 我想年轻这一代 也当如此 大长老说道 不希望扩大战火 因为 他担心抑郁 有针对古种的办法 怕平白损失 未来的精英 倒有怕了吗 我看这些年轻人 都希望一战 彼此间皆想对决 何不成全 你这样护短 恐怕不是妙事 温室里能出什么高手 我借的天才 都是从尸山血海中 爬过来的 我想就是你这样拦阻 你们这一届的年轻人 也不会退缩 不然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承认不如人 这样胆怯 还谈什么道心中间 那个如同石像般的身影 以没有感情的话语到来 无情中带着一种超然 他的声音不是很高 也不是多么的严厉 但是却刺进了许多人的心中 尤其是年轻一代 都握紧了拳头 对面的人 你们怕吗 如果担心被击杀 就赶紧逃吧 早早躲到你娘亲的身后去 不要在我们面前出现 哈哈 躲得了初一 躲得了十五吗 真等我们能彻底跨界 大军杀到时 你们还能逃到哪里去 一群懦夫 连一战的勇气都没有 抑郁的十几名年轻修饰大笑 一个个都激进嘲讽 在那里奚落与几对众人 尤其是最先开口的是几名女子 就更加让子日天君等人恼火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侵蔑到了极点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在激将 但还是生物 同时 七顾道人 蓝仙 大须陀等人都觉得 无论如何都应该一战 就算对方了解无暇谷种 也不该退缩 逃避不是办法 早晚要面对 与其如此 不如在今日掂量一番 看一看一个纪元过去后 抑郁的同辈生灵到底如何 战 此时 不是一个人这样呵吼 而是九天十地这边的一群年轻人 都做出了这样的决断 不想退缩 不愿逃避 早晚要面对 不如在今日战过一场 有个了解 不然的话 即便他们有完美种子又如何 连战都不敢战 将完全失去甚为年轻至尊的意义 不如不要谷种 让我来 就在这时 十号排众而出 挡在最前方 他要出手 因为他没有所谓的谷种等 想放手大战 杀得痛快 我也可以 七顾道人等走来 是圣院的弟子 恩对面 抑郁那三尊如同石像的生灵 其中一人露出美餐 看了十号一眼 道 有点门道让我先出场 猎杀他们全部蛇业插牌 众而出 荧光灿灿 要出手 这样吧 以仙规假片定对手 触乎意料 抑郁的一条古老身影开口 说出了这种规矩 就像当年 两届盖带人物大战时那般嘛 大长老身体微颤 强忍住一种被压抑的情绪 没有爆发 让大长老都如此 可见多么的挑动人的心绪 当年那一战十分惨烈 两军对垒时 先王都对决意欲最强几人 以仙规假片选对手 占到苍穹落血 马格果失还 对 既然两届年轻修士都想出手 怎么为他们匹配对手 不如以仙规假片来定夺 大长老以及这一边 其他老辈人物 闻言后都是一阵沉默 对方这是在故意 提及仙规假片 让他们回想起 昔日那最残酷的一战 正是那一意 连仙王都被大旗裹着尸体而归 九天十地这一边 才算彻底败落 而后覆灭 空流千古恨 年轻一代的对决 何须如此 显而易见 是抑郁的人故意针对 揭开这一界 所有人都不愿面对的伤疤 血淋淋 来吧 谁怕谁 仙怨的小天王贺道 决一死战 圣怨也有人大好 为仙祖报仇血恨 长生世家的年轻人 更是眼睛都红了 当年那一战 最顶峰人物大对决 以九天十地 这一方的败落而收场 天穷染血 各路高手损失殆尽 当年 有着太多的屈辱 有着太多的不甘 各族祖先被杀 天地飘穴 太过凄惨 整片世界的负面 就是那一亿大败的结果导致的 但凡了解那一段黑暗历史 没有人不心痛 没有人不憋着一股火焰 都有种要崛起 而为仙人复仇的强烈 洗刷血与恨 每一个人都有那种冲动 更有种使命感 抑郁那边 站在昏暗中的三道身影 如画石般 依旧纹丝不动 他们无情而冷漠地看住 刚才那些话语 他们不是随便说说 三大古老生灵深知 仙规假骗定敌手 决死战 这句话有多么的沉重 足以要让对面的人心头沉重如山 要窒息 九天十地这一边 许多老人想阻止 但是连他们自己都胸腔中有怒火焚烧 有一股杀气腾天 血液都在滚滚奔腾 他们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 因为实在担心后背受损 可是想了想 如果这样拦阻 肯定会严重打击众人的信心与信念 算了 如果他们连这关都过不了 还谈什么未来 如果无暇谷种真被人研究透彻了 我们就算保护下来 也失去了意义 与其如此 不如轻视一站 仙院的长老沉声道 大长老孟天正无声地点了点头 一些长生世家的祖主也都默然 而后点头同意 该来的总要来 如果连无暇谷种都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再怎么在意 再怎么保护也无用 未来终究要面对 很好 你们同意了 那就准备对战吧 昏暗中 一遇一道古老身影发生 哈哈 早就迫不及待了 异国一线年轻王者高呼道 很兴奋 要如祖先那般 在仙规假骗定敌手的一战中 斩灭所谓的无上高手 全部击杀的前进 更有人这样喊道 这一瞬间 让九天十地许多人怒血冲冠 全都握紧了拳头 伤疤在背街 格外的痛 悲剧不堪回首 你们这是在赌足运 借运 大长老孟天正冷冷地说道 看向对面 五年轻人的对决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不过 胜负也的确能说明很多问题 或许能体现出族运 借运 对面 一个古老的生灵说道 应于另一位古生灵说 不过 盗运在我们这一边 就如同当年 我借几位盖世高手一出 你借的几位绝代人物 皆陨落 如今再次重复 先人的战斗方式 我们依旧会赢 你们下一代的希望种子 多半要绝灭了 你 九天十地这一边 众人愤怒 屡次被刺痛就伤 难以忍受 你们这次完大了 大长老孟天正冷悠悠地说 他转头 无意间扫过十号 那一眼别人看不出什么 但是十号能感觉到 寄托了太多 太多 渴求胜利 希望他出手时 能力敌住对面的人 十号心头一震 大长老平日间 都很从容与镇定 但今日眼神中 却透出那么沉重的心绪 要胜 必须得胜利 不能败 此时 所有人都知道 年轻一代的对决 有点不寻常 跟仙谷最负面之日 联系了起来 沉重 压抑 窒息 这是所有人的感觉 呼吸都困难了 开始吧 对面 抑郁的一个古老生灵说道 将要以仙人的死战方式 开启大对决 第1382章 怒血沸 迫不及待 早该开始了 这一战 要养我借天威 就如同列位谷祖那般 将所谓的真仙击杀于脚下 谁也插大笑 非常的张扬 异国的年轻王者 提到当年那一战都无比的自豪 有一种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底气 因为在那一战中 他们大胜 斩掉了这片大干坤的几位最强大的领军人 彻底颠覆了此戒 遥想当年 几大谷祖出世 连所谓的先王都只能横尸 被坐骑驮住尸体回去 震惊此戒 那是何等的威风自在 有意与生灵追忆 脸上满事 沉醉色 提到当年的光辉战绩 恨不得重生在那个时代 击杀仙道高手 争夺不适战功 每次去看我借那块被血浸染成暗红色的阵仙碑 我都热血沸腾 祖先和其强大 杀到这一戒所有生灵匍匐在地 无人可抗 可谓千古伟业 真是恨生不逢时 无缘那一战 有一些人缅怀 神色激动 从骨子中透出一种战意 异国的这些年轻修士 一个比一个好战 眼神如小太阳般刺目 充满着强大的自信 希望立刻开始猎杀对面的人 由于祖先的种种炫目战绩 令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都非常自信 从小培养出 凌驾于其他界生灵之上的信念 都有谁要出战 昏暗中 一个尊古老的生灵 温抑郁的年轻修士 我 我要出战 不止近前的十几人 黑暗深渊 那里又走来的近七八位 共有二十余名年轻高手出列 一个个战意高昂 你们谁要出战 圣院的大长老 问自己这一方的人 双方原本人数相仿 可是抑郁那边 一下子多出一些生灵 一个个都深不可测 让人不得不促眉 你们也补充一下 要有二十几人参战 才可抑郁那里 有人冷冰冰地说 不行 五场定输赢 毫无必要 让那么多人参战 先院的一位老者说道 因为担心损失惨重 这些后代都是希望 有些人融合了完美种子 花费了太多的心血 培养不易 用去也不知多少神药 经文等 如果一战败落 过早的死去太可惜了 如果他们现在败了 留下性命 到将来又有什么意义对面 昏暗中一个古老的抑郁生灵说道 各出十人 分个高下 论个生死 抑郁一位老者补充 如果你们怕了 就求饶吧 哈哈 跪下沉浮 抑郁年轻一代中 一个青年高手张扬的大笑道 带着轻蔑之色 长老让我们一战 许多人怒了 是可杀不可辱 好 人选确定 拥有完美种子的人 毫无疑问都上前了 但人数没有对面多 随后但凡秀出三道仙气的 以及盛院的顶级年轻奇才 也都走上前去 这一刻 气氛压抑到极点 让人要窒息 这个地方陷入短暂的沉闷 两界修士都不开口 宛若有百万座太古大山 镇压而下 让每个人都呼吸困难 要昏厥过去了 大赤天边疆 陷入绝对的死寂中 所有人都在等待 下一刻血战的爆发 叮 突然 昏暗中 有数十枚温润如玉的 龟甲片出现 在那里跳动 闪耀光辉 随后混沌弥漫 天机混乱 仙龟甲片 长生世家的某些人低呼 这是本是一头仙龟的甲片 可以占卜 能问到未来 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不过在当年一战中被打残 后来 这东西虽然能用来补挂 但却不能预测大天机与未来了 仙谷末年一战 就是依次龟甲片定对手 将他们抛弃 那里天机混乱 归于蒙昧 龟甲会将战场中的一些人定为对手 有人说 这是随机选择的 但也有人相信 这其实是在某种因果下进行的 未来会关乎对手所在两族的族运等 悬而又悬 是 霞光一闪 一块龟甲冲破混沌 飞向雾矮中 落在异域一位 荧光跳动的年轻生灵境前 哈哈哈哈 蛇夜叉走出 银色的舌头高昂 吐出银色皮链般蛇性子 凶器滔天 在那里张狂大笑 很幸运 我第一个出场 我的对手是谁 颤抖吧 匍匐在我的脚下吧 他目光阴寒 大步向前走去 他有人足的躯干 双腿双手等 蛇的头颅以及银色的蛇尾 更有一对银白的叶叉翅 凶猛而吓人 另一边 所有人都心头一沉 人选出现了 玄坤 他早年为天神书院弟子 跟绿陀 王羲 妖月公主并列 都是修出三道仙气的天宗奇才 修为极强 不过 很可惜 他进入仙院后 并没有得到一颗无瑕的古种 照道理来说 不如大虚陀 蓝仙 小天王等人 故此 所有人都心中沉闷 难以说出一句话 玄坤一探 看住眼前的龟甲 短暂沉默 然后笑了笑 道 诸位道友 何须如此 为我诸位 我去杀敌 玄坤 必胜 有人 大声道 必胜 许多人大喝 为他鼓气 好 我去了 玄坤大步向前走去 精气神如沸腾的烟雾般 从躯体内冲起 每一步落下 他的气势都提升一节 到了最后 他进入战场时 三朵大道之花 悬在头顶上方 不断绽放 垂落下 丝丝屡屡仙道薄烟 没入体内 形成一种大道循环 天地颤抖 空间塌陷 扭曲 星斗在其周围浮现 一朵又一朵金莲 在附近绽放 各种意向平出 这是修出三道仙气者 感悟大道 清静大道 有所收获时 出现的金石异响 在这一刻 玄坤悟到了 将自身提升到了 有生以来的 最绝颠状态中 你不行 换一个人来 蛇叶叉十分暴躁 突然这样大吼 面对最强状态中的玄坤 竟是这种姿态 九天十地这一边 所有人都愤怒 这太欺辱人了 竟敢这样面对一位强者 你没有一颗完美的种子 不是我想要的猎物 蛇叶叉嘶吼道 很明显 完美的种子对他很重要 让他彻底愤怒 以及失态了 机会难寻 第一个出场 却没有遇到 真正要杀的生灵 少废话 杀 玄坤出手 三道仙气 化作三柄神剑 成为惊天长虹 向诸词曲 四 蛇叶叉目光阴冷 他背后 那长大的银色蛇尾 猛然一甩 扮着灰色的雾矮 砸他虚空 跟三口神剑撞在一起 金属声音刺耳 火星飞剑 众人动容 这蛇叶叉虽然张狂 但是真的太可怕了 他居然在以肉身 硬汉仙气 化成了三口剑 不对 那些灰物很特别 堪比仙气 让他肉身不坏 坚硬到了 无法想象的境地 有人看出虚实 大战就这样爆发了 玄坤舍生望死 大战蛇叶叉 触动了各种神通 施展了所有的宝树 但是 很快人们的心就沉了下去 明显看出 玄坤不敌 因为那蛇叶叉太从容了 身体坚固不坏 或以蛇尾抽碎各种宝树符文 或以双手崩开各种神通 冷静而镇定 他并不费力 身体强悍的无法想象 玄坤有数次以法印打在他的身上 结果只是冒起一串火星 根本打不动 相反 蛇叶叉一次手臂擦中玄坤时 让他大口咳血 两者有一定的差距 激战一百多个回合时 蛇叶叉目光阴冷 背后的银色翅膀发光 符文铺天盖地 向前拍击 顿时让虚空崩碎 毁灭之力到处都是 这是一种强大的攻击 各种意向频出 例如星斗坠落 虚空淌血 伴随着诸多大日滚动等 这是蛇叶叉的绝学 练到高深境界时 双翅一展 星空崩 大宇宙都要均裂 毁坏 玄坤遇到了危机 他挡不住 不断退后 但却被牢牢地锁定 只能硬汗 银色双翅再次拍击间 荧光沸腾 战场被淹没了 玄坤也被淹没了 一切都看不见了 结束吧 蛇叶叉冰冷的声音响起 啊 一声惨叫传来 然后战场渐渐静下来了 荧光脸去 没有奇迹发生 玄坤败了 而且战死 一对银色叶叉翅 遮盖前方 进过了玄坤的躯体 令他无法震动 一条银色的蛇尾 此时如长矛般 刺入玄坤的胸口 汲取他一身的精血 不 后方 许多人大叫 目自欲裂 玄坤眸子暗淡 望着九天十地这一边 早已说不出话 因为生机断绝了 那条银色的蛇尾 不止刺透了他心脏 还从体内冲进头骨中 搅碎了他的元神 扑 最后 玄坤身体炸开 化为血雾 形神俱灭 不复存在 可是 所有人都忘不了 他临死前那暗淡的眸子 遥望着九天十地这一边 他有话想说 要告别吗 但是 就这样死去了 依照当年的规矩 我是胜利者 还可以留在战场 我还要战 蛇叶叉胸微阵势 露出一嘴雪白的獠牙 这般说道 这个生灵太弱 没有传说中的那无上保重 实在不够看 下一个人 别让我失望 他冷悠悠地说 九天十地这一边 所有人都气坏了 尤其跟玄坤认识的人 都发肆倒数 怒血沸腾 恨不得要仰天长笑 玄坤 许多人大叫与悲呼 十号看到远处的 仙规甲片发出清光 又要为蛇叶叉 选择对手了 他立刻迈步而出 大吼道 慢 他向前逼去 道 没有必要这样选 对手 我来出场 一个打三个 如果你们还是害怕的话 我一个人打你们十个 和需要十场对决 这嚴格可以 啊 我来给你 参加 电视